3月20日,正值春分节气,在湖南春州安人县近10万民众参加当地的赶分社活动。 相传,炎帝神农市曾在此变长百草,教化农耕。 为改念其功德,每年春分当地都会举行继神农、旗鼓风、新药市等一系列赶分社活动,至今已传承千年。 2016年,安人赶分社作为24节气的子项目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 在众多传统活动中,中草药交易集市历来最为热闹。 走进安人神农广场及神农文化街,来自中国各地的中药材商人汇集于此,打磨切割药材生、不同口音的吆喝生和寻价生连成一片。 还有来自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等国家的海外客商前来采买,当地中草药市场一片繁荣景象。 我们已经有200多家企业,客商在这里交易这个中草药。 然后我们外面闲敏文化街那边,有零商的,也有两三百家。 到目前为止,我们那个交易四天了,那个交易有统计统计,大约是1700多万。 在中药馆内,千余种中草药琳琅满目,既有常见的当归、黄芹、枸杞,也有名贵的鹿茸、灵芝、虫草。 各类药品上均摆放了写有名称的卡片,让人一目了然。 来自云南四川等地的中药材客商也带来了当地特产的中药材,供消费者选购。 接住各地药商的口口相传,来到安人药室的商户越来越多。 年逾七十的雷秀德来自湖南雷阳,是村里50多年的老药商。 每年春分,他总会历经两小时车程,来到安人采买药材。 这次他共花费1200多元人民币,为村里的风湿病患者采购了半河风、过山风、八角风等去风除湿,输精活络的中草药。 我们在这里才13年了,从这里的药材店里都在这里买,药材质量可以。 现在都是当地的研究买的,现在是外地的了。 原来西藏那边的药,买不到,现在给你买得到。 独特的农耕文化和中药文化传承,使安人成了发展中医药产业的一片沃土。 在2024年安人赶分社开幕式上,安人县成功签约18个项目,项目投资总额144亿元人民币。 湖南省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综合利用岗位专家,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杨勇建议。 传承创新中医药文化的同时,应打开思路发展中医药产业, 让中药材在食品、药品、美容、养生等应用领域发力,拉长现域产业链。 它这个地方有很长期的这种历史优矩的这种感涉文化节这种, 那么这种里面就包含了这个中药文化,在我们看来是一种资源。 文化是一个系统性的理解,那实际上是在人民群众中, 它对中药的恩识和理解和一般不同, 对于发展中医药产业,因为老百姓要对这个事业它是认可的, 而且是理解的,就变得比较主动,而不是被动的响应。 所以那么这样的人很容易成长成为高数字的这种产业重量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